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要被给的 阿迪萨是一个学生 他很穷 他没有能力去买礼物 给他喜欢的老师 阿迪萨觉得很担心和很伤心 因为他不能够买礼物给他的老师 阿迪萨尝试要求钱从他的妈妈那边 但是无意的 就是很失望的 他应该是失望才对 因为他的妈妈讲 他没有钱 为了被给 给阿迪萨 阿迪萨就多一次 尝试要钱 但是这一次 他尝试要钱是从他的爸爸那边 但是阿迪萨就再多一次 被迫接受这个现实 关于他的家人 没有能力去给他钱 随后阿迪萨觉得很放心 因为他的妈妈已经提议 阿迪萨做独动撒击 被当成礼物给 在学习编制的方法 从他妈妈那边学习之后 阿迪萨就很努力地完成了独动撒击 是很美的 然后要送给 当教师节抵达的时候 阿迪萨就太过开心 为了要交礼物给他的喜欢的老师 在交礼物给这个老师之后 阿迪萨被吓到 因为这个 阿迪萨提供他 关于一个比赛 在接受这个提供之后 阿迪萨就已经很努力地 尽全力地努力 为了产生出各种设计 有品质的跟有吸引人的 阿迪萨已经成功赢得这个比赛 手工一品的比赛在现等级的 然后接着又去到周等级的 直到他最后已经成功获得 信就是多德方信这些评审 跟这个也是评审 在这个国家等级的 最后 他的这个努力跟他的勤劳 被阿迪萨显示出来的是一个成功 是最大的成功 对于这股阿迪萨来讲 主题的话就有 努力和坚韧一个学生的 在他最后能够得到成功 努力 聪明 还有尊重 学生的努力 聪明 跟尊重 对于一个老师 证据就是阿迪萨很努力 在他接受 这股杂利哈的offer 他的提供 去参加这个手工一品比赛 是现等级的 之后 接着阿迪萨就已经成功 获得资格 去周等级的 也得到成功 然后继续去到国家等级的 价值观有坚决 然后有爱心 阿迪萨很喜欢 这股杂利哈 因为那个老师 时常称赞 他很聪明 在大部分的科目里面 然后勤劳 阿迪萨是回来 在中午回来 然后他很有信心的回来 跟有很强大精神回来 为了证明 他的这个努力 能够创造他自己 就是可以成功的意思 还有这个 登纳哈里是两个字 登纳是中间 然后 哈里是甜水 登纳哈里是下午 要分开 课题的话 有珍惜老师的功劳 这课题能够被看到 是在学生的 格拉格 格拉格不象征格拉格 是行为或者是动作 他们那么的惊讶 为了要送这个老师 都在这里是兴奋 比较适合 他们觉得很兴奋 要给老师礼物 他们各自喜欢的老师 在庆祝教师节的时候 这个是 Sembena 打错字了 然后还有 GG跟勤劳 一个学生的GG跟勤劳 这个课题能够被看到 在阿迪萨这个角色上面 因为他很勤劳的 去产生这个读动杀机 想要送给他喜欢的老师 除此之外 他也很积极 跟很勤劳 去产生出一个产品 是会被用 在这个比赛里面 这个GG和的 可以不需要大写 贫穷不能够阻止 一个人获得成功 或者是制造成功 然后鼓励的话 和辅导的话 家长的 很重要在支持小孩子们 为了让他们成功 老师的角色很大 在发展学生自己的潜能 手工艺品的艺术 一个民族的 必须要被珍惜 跟被传下去 一代传一代 使这个天然的材料 有益处 有好处 比如说阿基扎就使用叶子 使用门框的叶子 泥帕的叶子 跟辣浪的叶子 在做他的编织一品 然后情节的话 刚开始是一群学生 正在聊天 关于要被送给 各自喜欢的老师的礼物 趁着这个教师节的 庆祝会的时候 发展就是阿基扎尝试 跟他的爸爸跟妈妈要钱 然后来确保他能够 买到礼物给他的老师 但是全部都让他失望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都没有能力给他钱 然后是由于他们的生活 是非常的困难 Sauva是各方面 可固然还是缺少 就各方面都缺少 没有钱 没有时间 什么都没有 然后最后阿基扎 就已经得到一个想法 从海妈妈那边 就是去做这个读动杀机 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这个老师 庆祝的巅峰 在阿基扎 收到这个比赛的这个表格 是现等级的比赛 从这个杜布扎尼哈的手上 结尾就是阿基扎 变成了冠军 在这个现等级的比赛 还有他成为亚军 在这个州等级的比赛 接着阿基扎还成功获得方形 获得这些评审的方形 在这个国家等级的 然后这个老师 也已经成为这个 Guru Innovative 就是拿到这个奖项 然后这是讲故事的技巧 然后用到对话 这边就有一段对话 然后用到内心独白 就是他自己问他自己 两块钱够不够 要买什么 买手帕 还是买一个 老师一个手帕就要 两令吉八十千 然后有一个悬疑 悬疑就是 会让你去猜测 接下来的结果是怎样的 这句话就有悬疑 他说阿基扎老师要的礼物 是比较大的 可以吗 然后老师的样子 又很真心的 然后又很真诚的 被这个阿基扎傻傻的看着 就看待他 然后他想要去猜 看到底老师的这句话 什么意思 他到底那个Bursar 这个大是指什么 这里就是悬疑 还有一个是阿基扎傻傻的 他很害羞对于同学们 因为他不能够送老师礼物 然后最后他就想要做一个 堵东撒季 是四个颜色的 用那些钱 就是用他妈妈给他那些钱 买四个颜料来做 这里的一部爸爸要控的 刚才漏掉了 这里加多一个门夹地 成为 这个老师成为Guru Innovative 然后这个是 角色 角色我们有主教 主教是Aziza 他是一个很穷的学生 然后他是Jeku Daliha 喜欢的学生 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学生 然后Jeku Daliha 对他很有信心 对Aziza 他被认可为是全能的 就是什么都可以的 只是他的这个 谦虚的这个行为 是太过重了 就是他过度谦虚 然后这个人是很勤劳的 他也是被称赞 因为他勤劳学习 然后他也是一个 有纪律的学生 然后他也是一个努力的人 努力可以用GiGi 也可以用GiGi 配角的话 Jeku Daliha 他是Aziza的老师 然后他是一个 很认真的老师 然后妈妈的话 就是Aziza的妈妈 他是一个一边叫残废的 然后他有拿薪水 他的薪水是要编制这个 提干门光才可以拿到薪水 然后他的爸爸是Aziza爸爸 然后他在 拉这个三轮车 他的工作是拉这个三轮车 然后 这个UBA跟这个GiGi不一样 这个GiGi是薪水 也就是讲不一定要用体力换的 比如做这个书记 还是秘书之类的 这个UBA是用在工钱的 就是要用体力活的 然后背景的话 有时间背景 发生在早上的事情 Aziza问他的爸爸 关于这个钱 当他们正在吃早餐的时候 然后还有下午 Aziza很忙的 在编辑他的读动撒机 是要送给这个Jeku Daliha的 还有教师学当天 这个Jeku Daliha 他被很多人围着 因为他是一个 很多人的那个 这些小小的那些 粉丝 或者是那种追求者 其实是小小 就使用那些学生们 都是小小的 然后排队 再要给他礼物 这个应该是 Gepatania 然后第一点背景的话 有课室 在课室是 Aziza跟他的朋友们 正在聊天关于礼物 要被送给他们的老师礼物 还有Aziza的家 是当Aziza要求钱 跟他的妈妈 为了要买这个礼物 给Jeku Daliha 还有办公室 是当Aziza 问Jeku Daliha 关于那个礼物 是想要被老师 想要 那个老师 想要收到的礼物 是什么 这个Jeku Daliha 地点 被举行的地点 然后文法的话 有Sinkoff是硕写 像这个Duck 就是硕写 它原本是Duck 社会背景 有学生的社会 然后贫穷的社会 跟老师的社会 这一个P不需要大写 这个G也不需要大写 然后教训的话 我们要坚强地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要勤劳地 在做某个工作 还有要培养 有爱心的特性 跟这个老师之间 上面这边 K把提示 最好的方法 来尊重老师 就是遵守老师的指示 跟老师讲话 要有礼貌 完成功课 还有给予注意力 跟专注力 对于老师的教导 下面这些 是他的那个 Kosakata 就是这篇文章里面 比较深的字 就有Majoma Majoma就是出现 就是可以用Lahio 或者是进去里面 或者是门出 都可以 然后Mangora的话 是解释 就是Mangora 跟Mangai 跟Mangbuka都一样 然后 还有Mandat 就是一个 Mangora 诚信 它是被大多数人给的 或者是一群人给的 给一个他们的代表 为了要提出这个意见 还有要改善这个要求 然后Mangora的话是 Mangora 然后它可以是一个方式 可以是一个方法 可以是一个 Fashion是潮流 然后还有种类 还有设计 是某个指定的 然后某个东西的 然后会被推出来 或者是一个 抄袭品 T1是模仿 或者是抄袭 Mangora的话的东西 所以这里的话 可以用模型来代替 它是相同形状 跟相同样子的模型 就像之前一样 但是会比较小 也可以叫model 或者是 ParaGawan跟ParaGawati 就男模特跟牛模特 也可以叫model 或者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东西 它能够被成为例子 为了被学习 跟被模仿 也可以叫model 一个模范生 Mangora的话是编织 编织的话 就是一直在操 交叉的操 或者是边 或者是门淡淡 这些都是编织 门框的话是一个叶子 它是一个植物 它的叶子会拿来做 Dika 做Bangang 跟做Bandaduri Mangalenggan的话是摇 通常会用在摇头 表示不同意 Mangangor的话是点 表示移动 这个头往下移动 然后是要表示同意 或者是 这个也是同意 或者是知道 这个一个人讲的话 就是你理解 他的话就会点头 Mangalenggan的话是不可能 就是Dika Bandaduri 不能够成真的 不可能的 不能够进入你的想法 就是完全不在你的脑海里面 就不可能 这是保温瓶 它是一个瓶子 为了收这个饮料 以便它可以保持冷 或者是保持热 这个是咀嚼 就是咬这个食物在嘴巴 用牙齿 在你吞之前 那么烂是吞 不是使用 还有 好好的 想 比如说 那边讲一段话 你在你脑海里面 好好的想 你也可以用 Mangalenggan 或者是吃 或者是吞 Mangalenggan的话是 Hong 就是用一些甜言蜜语 它的目的就是 要夺得方形 然后 Mangalenggan的话是 给 或者是贿赂 可以用 Mangalenggan 慫荣 或者是给 或者是Mangalenggan 或者是Mangalenggan 都是给的意思 或者是拿出来的意思 Mangalenggan的话是 独得或者是获得 我们可以用绳子去绑 绑在那个 绑在那个柱子上面 也可以叫 Mangalenggan 就是绑 或者是Mangalenggan 就是吸引 Mangalenggan 也是吸引 Mangalenggan 也是吸引 Mangalenggan 的话通常在 吸引你的吸引 就是吸引你的吸引 叫Mangalenggan Harty Innovative的话是 创行 创行的话就是 一个 Innovacy Innovative 这个是Innovative 这个是Innovacy 它是从英文字来的 就是Innovation 跟Innovative 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形容词 然后这里有 Mangalenggan Harty就算 Mangalenggan 的意思 Mangalenggan Mangalenggan